lien 大家好 我是在PG晚上 我是威瀚 沒錯為什麼今天是威瀚呢 雖然今天這個影片是威瀚陪我 但是他擔任一個重則大人 你知道什麼嗎 這是我的司機 因為今天其他人都沒有空 そして我跟威瀚 然後呢我們今天要去幹嘛 其實我真的討厭Q Fans 每天叫往西 很像誅咒我 你知道嗎 想不到該往西囉 不重要 反正我今天要拍一部影片 今天拍這部影片呢就是 各位還記得我去換鼻頭嗎 我去換那個會發光的鼻頭 在那部影片呢就有講到說 因為疫情期間呢 我自己在車上備了一個酒精 然後幹了一個蠢事就是 我用酒精擦我的內裝 導致呢我的內裝現在那個 裝礦排檔頭那個模組啊 有一點白化 那是修不了 然後跟原廠叫原料呢 又很貴 一人決然就是直接換一個M3的排檔模組 因為一個酒精然後噴了部位組 對沒錯就是這樣 所以呢我們今天又要花錢 決定因為一個酒精 That's all OK 所以我們現在又要去前往我們新組的音韻 只是我們來看看 今天這部影片會很挑戰的是說 因為這是320 要換上M3的那個排檔模組 雖然很漂亮 但是不知道使用上 有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 而且但是我為了那個排檔頭 就是算 又要花兩萬多塊 欸我發現最近影片都沒有什麼贈 對 所以呢不要再說我們這個團隊啊 靠贈組部門了好嗎 我們背後還有金主啊 我們金主是誰你知道 你們大家錄影室啦 你知道誰嗎 小紅啦 小紅出錢讓我換的啦 小紅謝謝 匯款帳戶在這邊 請你自己回航過來 好我們現在就是前往金主錄下 Let's go 會累嗎?辛苦你了 欸我給觀眾看一下了 這邊是變什麼狀況 你看喔各位 其實這樣陽光直射過來就很明顯 你看喔 你們注意看為什麼我要換 因為你看顏色已經不一樣了 這是退色 這個地方就是我抹一個酒精的地方 然後甚至呢有點滲透過啦 連續到旁邊這邊 滲透到這邊 所以整體看起來會非常的髒亂 圓看大概就知道為什麼我要換 很奇怪顏色 然後這邊 所以我覺得毅然決然的要換掉了 你會覺得這樣我太奢侈? 對我來說會 我覺得如果是你的話 我會換那個板件 可以這樣子嗎? 可以吧 可是我覺得我單換那個板件也不便宜耶 或是貼的東西就好 貼的就看不到 這個沒辦法貼 如果我的前提之下都是這樣 不能貼 不能處理的話 你會怎麼辦? 能換喔 所以我會是很奢侈嗎? 一點點啊 就連排檔頭一起換 主要是排檔頭嗎? 這個只是一個季季而已 所以你還是覺得我很奢侈? 就一點點啊 好吧 我這問你車你會覺得我很奢侈? 不會 終於有人肯定我答案了 OK 我們現在到了那個 上次開場的地方 屋口秀行站 新竹好地方啊 新竹 I love新竹 Come on 不然你看快一點 我肚子好痛 我肚子好痛 喔幹 為什麼我突然肚子這麼痛啊 昨天便秘一整天突然這樣 突然這樣好好看 我在冒的 好 等一下交給你喔 BROAD要交給你喔 我等一下先去衝去廁所 化一波 我先去了 拜拜 叫我來啊 什麼意思? 就跑去大便 什麼意思? 好 拜 我剛剛上完廁所 然後到了音樂 又是我們好久不見的老闆 大家好 這是音樂老闆 沒錯 我今天要來煩老闆了 要幹嘛? 要換這個 要在這邊 有一個四蓋 那個M的四蓋 對對對 沒錯 哇 這個很好看耶 可是看到這個就很怕它刮傷 這邊是不是就有一點小刮傷 這些刮傷我幫我處理 可以的 可以 可是它這個是消光的對不對 那如果說換我車上 移過去可以的 那是原廠的喔 可是我那個好像是亮的 我這個是稍微比較亮的 對 那比較亮 我能把那個 可以移過去啦 它那個配件都可以移的 那我幫我換那個 沒問題 那我就按鍵移過去 好 麻煩你了 老闆就是這麼吸引的 你要移什麼按鍵啊 就是不是有紅色那個按鈕嗎 對 因為我在外面換了一個美國的 它的那個按鍵比較亮 然後原廠會稍微再按一點 霧霧的這樣 對啊 你要嗎 青紅是不是 紅色你要嗎 他有這種事喔 你要不要直接講 我先站下來看看 800 我買的那個也是800 怎麼可能 你不是五位住嗎 你說上面那顆對不對 好啦 等一下啦 我們先完成你的車在鎖 好 我們來看VROGO 老闆你知道為什麼我想要換掉嗎 因為我看你這邊霧掉了 對啊 這應該是有用到 最發性的酒精 直接用酒精插電這樣 所以我才想要換 我以為你是喜歡消光的 故意把它 沒有啊 我這個救不了耶 我其實原本一想尖開 想要把整個面板拆掉 然後去搞噴一層金油層 應該不好搞 不好搞 對 因為上面還有我穿上去 它字可能會比較大 對 原廠的有那個質感也很好 也是啊 所以老闆你會覺得這個好看還是原廠 說真的沒問題 這是要亮一點 如果是老闆你會用這個還是原廠 我會用原廠的 好 謝謝我用原廠的 我都進老闆了 我現在要專心聽老闆的話 不然每次搞完都有問題 我大便的一瞬間你們就把這個裝好了 對啊 會很快 所以影片結束了嗎 應該還沒吧 不是要做結尾嗎 還沒做結尾 聽音樂分享 你有在看我們頻道嗎 哦 我會看一下 哦 我會看 哦 我就好啦 我不奢求每個人每天看啦 但希望你每天都看一下 看我們老闆幾天 跟老闆講說請假10分鐘看一下我們影片 對嘛 你休息一下 麻煩你了 欸 他們拋完之後變成很亮 其實剛好拋過了對不對 對 我拋過了 我換這個很漂亮 可是最擔心的就是因為它全部變成鋼琴烤漆的亮面 亮面的最討厭就是這個 很害怕刮到 如果今天是小紅妝這個 對 可能每天一直用 每天一直用 它這個有沒有出他們那種犀牛 應該沒有對不對 對 那應該要自己結了 裝上去了 幹 超帥 你會一直超帥嗎 蠻帥的 要不要換 我再努力賺一點錢 好啦 等一下跟大家講一下 這排檔邏輯有變 我們等一下實測看看 這完全可以耶 好漂亮 你興奮了吧 你裝完要興奮什麼 裝完啦 可是我發現它這個就不是亮面對不對 原廠就不是 哇 這很多故障嘛 哦 它只是在講鋼琴蓋而已 它目前這樣摸起來其實都可以用 現在我們要測試一下鋼琴 看有沒有需要被鋼琴 好 所以我需要離開對不對 可以叫我離開嗎 好 你離開 我好開心喔 有人叫我離開 老闆 想問一下現在是要進行什麼步驟 我要把變速箱的ECU模組 把它升級到2103的版本 就是最新的版本 那會有什麼差別嗎 因為我們是換開廊總層嘛 那以G80來講 最近才發表 照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G80如果上市的時候 它的版本一定是在2103以上的版本 邏輯會有差 對 那當然沒證實過 那當然我們就是先把變速箱這個ECU 把它變成到新版本 那它更新的話 我那些什麼 之前變成會不見嗎 之前變成都在主機BTC儀表那些的 對 變速箱裡面是沒有任何隱藏程式的 這個還是要交給專業的 不然真的是不知道要怎麼搞 在測試中在測試中啊 我從外面看目前功能都正常的 就是一般M3上面的按鈕都可以按 我想問一下現在出了幾個問題 沒有啊已經變成升級完了 升級到2103最新的版本 前一陣子寶馬的車主應該都有收到 OPA更新的資訊 就是2103版本 那我現在也把那個變速箱的ECU 把它升級到2103了 剛剛有說什麼ACC怎麼樣 那個就是說測試一下功能 因為我們擔心說 等一下以上高速公路 然後按ACC沒有用 把所有功能都測試齊全 所以呢 換這種東西要還是要找專業 你看林理想上次多不尊重這邊 你看講一個被網友泡飯 對不對 你有看留言嗎 有 你看這種是要專業 什麼叫隨便便便便就賺幾萬塊 真的 所以這樣算多少了 真的 欸 好OK謝謝 林理想學乖一點好不好 不要亂講話 雖然我知道你是在做效果 幫幫他講效果 他是在做效果 他不是真的那麼沒禮貌對不對 對不對 沒錯 你為什麼有點心虛 因為我在認真看螢幕 我沒有聽到你講話 等一下我們上路之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使用感想 想說跟原本的有什麼不一樣 好不好 我來實際看他這樣 不會倒退 哎唷可以了喔 還是可以動的 等一下會不能前進啊 欸他們很專業耶 然後斜著上斜著下來 所以剛剛目前測試下來都OK 都OK 那可是排檔頭上面不是P旁邊有一個上下那個可以按嗎 P上下 只有換檔那個不行 因為那個是G80 G182 對 之後會有什麼新的coding可以去用嗎 新的coding應該是沒辦法 因為它邏輯上沒有 那但是有可能廠商會出個類似激活器 大家都會裝一個N1N2去切換模式嘛 那也是後來廠商出個模組 那我在開貨局有廠商發現這個上機 開發了讓它激活這個功能的模組 OK 那如果有了再跟我們 喔沒問題啊 所以我們都會一直關注 我又要來花錢 好啦謝謝我們老闆 真的 所以有需要 剛剛上次也講過了 有需要那種編程專業的好不好 北部可以來營運 他們真的很厲害 好我們專門啦 好我們等一下實際的給大家操作一遍看有什麼不一樣 欸我真的覺得 從音韻到車出來是很不習慣 因為以前都往上打就直接 現在不是往上打 好我們停在路邊給大家演示一番 好我們現在實際測試一遍 反正換完了 好我們現在呢就是來為各位演示一番 換完這個跟原本有什麼不一樣 首先第一個我是感覺到它的麻煩 那個指紋真的是 這真是會崩潰的喔 我可以用一下就覺得哇那個指紋不得了 首先呢 我剛開出來就覺得超不習慣 因為原本的排檔都是往上推對不對 往上推就倒退 可是現在變成要這樣 你看要這樣 跟M3一樣往上推 再倒車檔 然後回到N檔 像原本的M3回到N檔這樣 切到S打一下就S了 就是D或S啦 打一下就直接到D或S 對啊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按鈕是沒有用的 這個原本M3設計的這個按鈕是沒有用的 然後P檔 回到空檔 就這樣 還不錯 然後來電子手大車 有 Auto Hold 哦有 手大車正常 然後因為BMW他們的Mode 按下去我們看一下 會不會切換成怎樣 按一下 Comfort 有 然後再按一下 Comfort Pro 好再來第二顆按鍵 這顆按鍵原本是Eco嘛 Eco嘛 剪的模式 有 好最後一個 這個就是我大概知道的犧牲的結果 按這顆閥門的是沒有用的 因為原本是Sport嘛 所以沒有用 所以只能用這邊替代 還好我有換這個 還是得靠這邊去切換它的模式 我覺得OK啊 因為的確這樣會有點不方便 但是對我來講我覺得沒有差 因為我自從裝了這兩個小紅豆啊 我後來都沒有在按這邊的 而且換模式 所以我覺得沒有差 然後 這些功能好像都正常 來 方滑 按一下就有差了 就方滑 牽引控制 OK 然後環景 按一下 OK 都正常 再來 停車 有啦 停車 有啦 所以都是OK的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自動熄火 這我也是不會按 因為我現在在Sport 所以要切回Comfort 對不起 我也會忘記 好啦 那其實都OK耶 好爽 有新的排檔 那你又不換 有這個樓空排檔 你要不要換嗎 男人最喜歡樓空 為什麼哪裡 樓空 你剛剛是做一個很委屈的動作 沒有我是代表那邊有樓空 有一個洞 我只是用給人家看 你剛剛是做一個很委屈的動作 算了 你自己講 你教我怎麼講這個樓空 樓空 這樣啊 這差 我這邊也可以啊 你看 這樣也可以啊 直接捅進去耶 那他直接捅 然後在外面浴毀 OK 好啦 所以咧 今天改車日記就這樣結束了 我已經感覺到它非常麻煩一點 就是它會一直插 所以你要準備一塊眼鏡布 希望廠商可以推薦我們好厲害的眼鏡布 這個就很厲害啊 對啊 一堆 然後才賣幾塊錢 欸 他們剛剛拋完之後的確好很多 變很亮 變很亮 可是我已經感覺到它未來的麻煩 好啦 就這樣啦 所以咧 喜歡我們今天影片啊 別忘記訂閱、標記、分享、按讚 也別忘了追蹤我們三個人的IG 還有威翰的IG OK Everybody 我是MV 我是威翰 OK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發現你真是一個很pass 就是 防護做的真的是非常完善 沒有 啊就 因為不是只有我一個住啊 一個住就算了 我回家真的是全部清潔 是 爸 好嗎 就 然後這傢伙 新年是要做大 白癡不要撿這個東西 撿這個東西 哈哈哈